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有很多的币呢都回调了 那有一些呢就是我觉得蛮看好的 所以也是有让会员就是进场之后呢 今天还不错 今天中午呢都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 那现在呢 到底现在的这个比特币跟以太币的行情会是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来看比特币的天图 那你可以看到比特币的天图呢 还是在这个上行趋势线的 还是一样 那我们打开这个MA200 然后还有就是EMA10和20 那你可以看 我在昨天的影片呢就有提到了EMA10和20嘛 那它只要没有跌破EMA10呢 我们还是依然的看涨的 它只要没有跌破趋势线呢 我也不会做空 那要是它跌破 就是跌破这个趋势线呢 我才会做空 所以没有跌破趋势线呢 我依然是看涨的 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的是它已经连续几天呢都是在这个MA200 MOVING AVERAGE200还有EMA10的上方 已经是有三天的时间了 要是明天的这个蜡烛呢还在上方呢 那还有这个上涨的这个机会 要是它在明天的这个蜡烛呢是跌破了这个趋势线了 那也就是它会继续的往下跌 继续的往下跌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它会下跌到这个EMA20的这个位置 要不然呢就是42500这个位置 那为什么是42500呢 我们来用这个Fibonacci我们来画一画 可以从这个最高的位置呢 我们画在这里 ok 那你看它要是下跌的话 下跌呢 它会在这个0.382就是42551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了 看到吗 所以它真的跌破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空 可能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拿盈利 好吧拿盈利 它很有可能就是下跌到这个位置 就是42551之后呢 就会继续的上涨 那我个人呢是非常看好 比特币呢是可以上涨到这个0.618的这个位置的 我们来看0.618呢 是多少的这个位置 就是51047哦 就是5万亿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看好是它会回调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突破再继续上涨到0.618的这个5万亿 这个价位好吧 那我们再继续看 现在是在支撑着的这个位置 已经是几天的时间都在支撑着 只要明天呢还是在上方的话呢 还有这个上涨的这个机会 那我们现在来看4个小时图 我们来到比特币4个小时图 然后我们来画这个趋势线 这个呢就是在天图我们看到的趋势线 还有第二条的这个趋势线呢是在这里 这里也有一个趋势线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线呢是成立的 是成立的 它已经跌破了这个趋势线 已经重新测试 也没有办法就是回到上方 那如果它可以回到上方呢 它就会继续的上涨到5万亿的这个目标价位 那目前呢是跌破测试了 也没有办法上涨 所以它很有可能呢会继续的下跌 重新测试这个趋势线 这个是最后的一个趋势线的 要是它跌破这个趋势线呢 它就会继续的下跌 那刚才有在这个天图有说了 它会在这个价位差不多就是 42500到42000 大概这个价位好吧 要是下跌呢 我都会看它会到这个价位 然后还有可能就会继续的上涨 会继续的上涨 那我当然也不希望呢 它就是跌破这个42500 42000这个阻力的位置 这个支撑的位置 要是它跌破的话 我们就真的是要继续的看空了 继续的看空了 OK 所以大家要关注的就是42500就对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的位置来的 要是它跌破呢 那很多的山寨币呢 很有可能都会继续的下跌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关注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山寨币季节呢 我相信大家都买了不少山寨币 所以这个呢是要非常的关注的 好 这个是比特币的走势 那我们来看一个小时 在一个小时图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它有一个很强的支撑 是在这里的 那都蛮多次都没有跌破 蛮多次的真的是 在这个位置就直接反弹了 都没有跌破的 所以它会不会继续下跌呢 这个位置呢 大家也可以关注 要是它跌破呢 就会到趋势线 跌破趋势线呢 大家就可以做空了 它没有跌破这个支撑呢 也就是说它还会 还会就是很有可能这样的震荡 震荡了之后呢 然后继续的上涨 OK还是一样看涨的 我个人呢 还是一样非常看好比特币 还是看涨这个比特币的 只要它没有跌破这个支撑 也没有跌破这个趋势线 好吧 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这两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来看以太币的走势 好来到以太币一个小时图 在一个小时图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两条的这个趋势线 那它已经是跌破了第一条的这个趋势线 你看它跌破之后呢 重新测试 重新测试 已经是站在上方了 可是还是下跌了 还是下跌了 所以呢 它最主要的这个支撑呢 是在这里 要是它跌破 这个支撑的跌破呢 很有可能就会继续的下跌 测试这个支撑的位置 这个支撑的位置呢 是在2984 3000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去关注的 所以它跌破这里呢 你可以做空 那你做空呢 你可以等到这里这一波呢 你可以拿盈利 要是它再跌破呢 你再做空 好吧 再做空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要是它没有跌破这个趋势线呢 我都不会做空 我还是一样看涨这个以太币的 毕竟你从四个小时图看来哦 四个小时图呢 你可以看到它一直都是在这个趋势线的上方 从来都没有跌破这个趋势线的 没有跌破过 所以它要是真的跌破呢 大家要做空呢 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跌破我都不太建议啊 因为它没有跌破上涨的这个走势呢 还是非常的强的 那我们来看天图 天图你有看吧 就是真的非常的明显哦 就是非常的强势 那在天图呢 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一直都在这个位置震荡 最主要呢 就是这里 这个三亿气势哦 三亿气势你看很多次耶 没有办法突破 没有办法突破 看到吗 没有办法突破 它很多次在这里 这个位置啊 很多天都没有办法突破 一二三四五六六天哦 将近就是六天的时间呢 没有突破 突破了之后呢 遇到了下一个这个阻力的位置 然后就下跌了 现在就下跌了 所以它现在下跌呢 要是它明天的蜡烛形成 在这一个位置的话呢 它就会继续下跌测试这里 这里是之前很强的一个 支撑的位置来的 要是它跌破这个支撑的位置哦 大家就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了 它就会继续的往下跌 继续的往下跌 所以我个人呢 还是一样很看好以太币 那我希望呢 它的回调呢 大概就是到这个位置呢 就能做一个反弹 然后继续的上涨 好吧 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还是要看明天的这个走势 会是怎么样 明天我也是会跟大家更新 那明天的这个蜡烛呢 是至关重要 非常的重要 你要看 要是这个蜡烛呢 它还是在上方的话呢 那也意味着 它就是会继续的上涨 只要它突破 这里的这个阻力的位置 这里的阻力位置呢 是在334 那这里大家要关注 就是这几个位置啊 因为它目前啊 都是一直在 这里呢 就是一直震荡 一直震荡 OK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 那我们来看EMA蛇和恶蛇 那你可以看 就是它还是一样 在这个EMA蛇的上方支撑 所以呢 是已经几天的时间了 跟比特币是一样的 已经有三天的时间了 还在支撑 所以它明天的这个蜡烛呢 要是已经是在这个EMA蛇的下方呢 它就会继续的下跌 继续的下跌 很有可能就是到这个EMA蛇的位置 是在2933 可能就在 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 再上涨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 这个天图的EMA蛇和恶蛇 也是非常的关键 因为以太币的EMA蛇和恶蛇 交叉之后呢 就一直在上涨 一直都在EMA蛇的上方 只要是它没有跌破这个EMA蛇呢 还是一样看涨的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需要一些时间 因为它其实在这里哦 这个位置哦 都已经是蛮长的时间了 就从8月7号 到8月17号哦 OK蛮长的这个时间了 将近10天的时间 10天 所以呢我们就接下来要看吧 它下一个蜡烛会是怎么样 我希望呢它下一个蜡烛呢 还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成功的突破 继续的上涨 OK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要是它真的跌破呢 我们就做空吧 要是它真的跌破这个位置 我们就做空 然后拿一波这个盈利 拿了一波盈利呢 逢低做多再继续的看 那我明天呢还是会上影片哦 因为每一天的走势呢都不一样 现在呢讲完的时候呢 是已经马来西亚的时间11点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明天晚上的这个走势 会是怎么样 跟大家更新 到底是会继续的上涨呢 还是下点 好我的分析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观看 这一些呢都是我个人的分析 还有个人的看法 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一样哦 那不是投资的建议 你可以作为参考 独立分析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拜拜